大家好 我老婆往那上面一坐 在那里做饭呢 我丈母娘在这里切土豆呢 安吉拉在这里 哈喽 我大舅哥在那里吃那个 那个开心果 我大舅哥搞了开心果 然后给安吉拉吃 现在这个警察又给我老婆打过来 这个警察说 在我们这个附近啊 就是这个清真寺 那边有摄像头 然后他们查到了 那个人 就是开着摩托车 总共有四个人 啊就是 两辆摩托车 他说等一下 让我老婆去看一下 那个人认不认识 因为我 看了评论啊 有人说 如果进贼了 肯定是翻箱倒柜的 然后我们家电视啊 在屋里面这个屋子 电视这个屋子的门并没有关 然后其他的屋子 门关着呢 然后他们就把电视卸下来 准备往外拿的时候 然后我们楼上的一家就是 听到动静了 在下面一看 有人进到我们家 还有搬着电视啊 然后他喊了一声 从屋里面又 除了那个搬电视的 又出来了两个人 然后他喊了一声 就出来了这两个人 因为这个门啊 我们只要出去了 我们卧室的门 基本上都是关着的 只有这个 啊 放电视的这个门 然后这样就开着 一直开着 基本上就不会关 只要我们楼上那个人没有发现啊 我估计在我们家也是饭香倒柜的 这也没办法 也有人评论说 破财消灾 好去去去 上屋里面找妈妈 妈妈 安吉拉拿着这个手机 在这里 看电视呢 我老婆开始吃饭了 他们 我和安吉拉 我们两个在我 大舅舅家里面 我老婆 我丈母娘 我大舅哥 他们去了那个警察那里啊 因为外面太冷了 没有带着安吉拉去 安吉拉睡着了 我丈母娘和我老婆 我大舅哥他们去的时候 然后我在哄着安吉拉 跟安吉拉说出来玩 然后走着走着 安吉拉就睡着了 没走到我大舅哥家里面 安吉拉就睡着了 脸红红了 脸红红了 因为刚刚出来的时候有点冷 安吉拉的这个小被子 给安吉拉包起来 包起来还是有点冷 现在回到家了 那个人抓到了 那个人抓到了 臭子咯 扔了 臭 快扔了 扔了 臭 这个 这个 这个人他是一个隐君子啊 是一个隐君子 电视已经被他变卖了 电视找不回来了 钱也没了 然后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也去了 然后那个人被警察抓起来了 警察就是帮我大舅哥二舅哥 哈喽 然后全部叫过来就是问他们 因为我老婆和我丈母娘 他们两个 呃跟警察说 然后就是说 我们是是不是在家 如果说我们是在家 他就构成了这个抢抢劫 如果是不在家就是偷 然后我们说我们不在家 然后 呃警察说你们出去 要有证据 然后或者找证人 我老婆爸 我二舅哥 我大舅哥还有 我老婆他一家的他表哥 全部叫过去了 然后就是证明我们不在家 如果说我们在家 那也要有证明说我们在家 因为报警的时候 前天就是说我们出去了嘛 啊 然后就是证明一下我们去干什么 干什么去了 因为我们房东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了 然后刚开始报警的时候 房东跟警察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哪里了 警察跟我老婆说 他说你们不要在这个区域住了 避免他们报复你们 他们的家人 然后我们隔壁那个 也是这样也是警察也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们这边都有秃秃啊 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会有秃秃 再加上他是个隐君子 什么事情他的家人都能干出来 呃 再加上 不止他一个人是隐君子啊 他们家有好几个人都是隐君子 能够抓住这个人 还亏幸亏我们旁边这个清真寺 那上面有摄像头啊 如果没有摄像头 呃就不好抓 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是谁 有了这个摄像头 然后就好找很多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